来 学号 老刘太太 小伙短片什么102天的 又引力齐 你记这个数字记得这么清楚吗 就是对前任这一块 这个数字啊 不是对前任 是我对所有数字都比较清楚 为啥呢 就是这个可能跟遗传有关系吧 我父亲以前的话 是做生意的时候 就跟数字接触特别多 我姐是一个做会计的 就从小耳濡目染 就在这种熏陶之下 就对数字比较敏感 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前任 我就感觉啊 但我感觉就是 你是不是忘不了你前任 就是把每个日期 都记得特别特别清楚 因为你短时间已经说了嘛 对于忘这个字呢 你要怎么分怎么解释 你如果是忘了这个人 忘了这段感情 两方面可能就是 毕竟就是768天 你就想 它一块石头的话 人心都是肉掌的 你这么长时间 不可能一点 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忘 况且才刚过了108天 忘是肯定不会忘 但是那个谁 10号老刘太太可以说一下 你听到之后女孩的感受是什么 对女孩的感受 如果你要把日期界这么清楚的话 女孩第一时间就对你的感官 就是大打折扣了 就对你的印象 因为你对前任的所有的事情 你可以在心里记着 但是没必要说出来 因为所有对女孩 都特别记会这件事情 如果你接下来跟刘爽处了 你跟她说 刘爽 我非常高兴能跟你认识 然后跟你牵手 今天是我跟我前女友 分手108天的日子 你觉得 那不能 而且我们两个70 我们两个处了700多少天 你不觉得这句句扎心吗 就是其实老刘太太说是 每个人都有感情经历 之前的相爱的那个人 也都曾经深爱过 就可以把它放在心里 但是谈出来就容易伤害 现在的这个爱你的人 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能明白 但是我还是想让 就如果真是 能和我在一块的人 我希望对她公平一点 就把我内心的所有想法 都先告诉她 那你告诉她什么呢 就是之前毕竟 有过一段这个事情嘛 你最起码就知道 你得有知情权 因为你和我在一块的话 一定会有